也是先给大家做个文科生 给大家讲讲文科如何逆袭到 你看这 你也是第一次上直播 对 我也是第一次上直播 第一次也性格 然后的话你给大家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也姓张 我叫张旭 我跟赛总是同班同学 所以学校好像很重要 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高中同班同学 而且他代表了我们直播间有一类家长 就是什么呢 就是高中学的是理科 后来选大学的时候 你走的是TTP吗 对 我保送 对 高中学的是理科 然后走TTP 走到了小语种专业 这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张总后来是到了哪个学校学的小语种 我是广外 广州外卫学院 后来叫广东外语外卫大学 对 广东外语外卫大学 就现在的广外 然后你学的是法语专业 法语Le Foncette Le Foncette 我也知道Butte Foncette 我就会这一句 对 然后的话法语专业 然后后来你怎么就到了 工业互联网机器人的这个赛道 那个法语专业有一个好处 就是基本我们班全是女生 我们班就四个男的 然后两个出国深造 就两个就业 所以我们是被华为点路的 那个时候华为走海外 某企业 某企业 某企业点路的 然后就是去到了艰苦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男生学外语 还是比较好就业的 对 男生学外语 然后愿意去一些相对比较艰苦的地方 是的 然后当时的话 你在那家企业当中 你做销售就做海外销售 对 就相当于你是学了小语种做销售 对吧 然后的话做海外销售 你都去了哪些地方给大家 我第一次去的是玛丽 玛丽 对 玛丽 不是销玛丽 是玛丽 玛丽 这个我知道这个国家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 因为小语种的话 除非说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当年有什么殖民地 然后的话 你主要是在一些 它相应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 对 非洲玛丽 非洲玛丽 然后第一站去的玛丽 后来去了 去了尼日尔 尼日尔 大家注意不是尼日利亚 是尼日尔 它是两个国家 对 然后还有 突尼斯 摩洛哥 摩洛哥 突尼斯 好像他相对稍微好一点 对 摩洛哥也相对稍微好一点 然后还 毛利塔尼亚 毛利塔尼亚 对对 毛利塔尼亚就是 非洲的那个尖那块 对吧 边上 边上是吧 那你去非洲 有没有经历过什么 比较让你难忘的事情 对 我去了这样算五个国家 尼日尔时间比较短 尼日尔是过去顶了一下 顶了两三个月 然后我去了五个国家 四个国家政变 四个国家政变 就很遗憾 战争没有亲密 没赶上 你去了五个国家 四个国家政变 是的 对 所以这个确实 为什么是个男生 那政变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就是比如说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危险 什么的 对对 我运气比较好 就我在的时候 政变的时候 我们没什么感知 就是很快 然后就是军政府 就控制了 对对对 然后结束了 对 一般都是军队的事 都是内部的事 就是其实上 你在市面上 你可能感受 还没有那么深 对他并没有 很大范围的 去做骚乱 然后的话 但是你跟我说 你去过达尔夫尔 当时那个 对对 我们见过叛军 跟叛军擦架 我们去做工程 就是他们是干他们的事 你们干你们的事 他们往左处跑 往外跑 对这样 因为没几条路 路就没几条 当时害怕我 挺害怕的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司机突然让我说趴下 我们车上三个人 就是司机摁着副驾 那人就直接趴下了 我们在后排 就赶快跟着趴下 就比较害怕 不知道什么事 出去才知道说 那边是叛军拿着枪 因为发生过 对男生也是有一定风险 对 所以说的话 女生你学习一种小鱼种的话 很多人问小鱼种干嘛 其实小鱼种刚才写的时候 他们就主要做歪帽 最早是做歪帽 做歪帽 后来如果说像 说句难听点的话 可能低端的做歪帽 高端的话可能就做招商 因为我认识很多小鱼种的 在书中后来就做了招商了 然后的话做歪帽 做招商 然后的话 你们有多少当翻译的 因为很多人说 我老师我外语好 我想当翻译 有多少当翻译的 我以前导师是我老师 让我说一句话 说你打死不要 把自己定位成翻译 我们几乎都是这样 翻译招进去的 但以翻译就业 基本就完了 这一辈子就毁了 我们必须是 会做语言的专业人士 会做语言的专业人士 会语言 而且要会一门 其他专业的专业人士 比方说我以前 做通讯工程的 所以我必须要理解通讯 很多行业里的专业 我们是不比技术公司差 但是现在我听说 好像是有这种 就是会语言的专业人士 现在都基本上倾向于 要学这个专业人士 然后会外语的 也有 但小于种少 因为学小于种 小于种少 对 然后的话 如果要推荐大家 学小于种的话 你最推荐学什么 就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 大家文科生记笔记 文科生记笔记 西班牙语 为什么是西班牙语 因为你看德语 法语 就相对来说 大一点的小于种 德语 法语 西班牙语 一大语语 只有西班牙语的殖民地最多 而且西班牙语殖民地比较好 而且西班牙语殖民地的 教育水平比较差 所以他们讲英语的比例比较低 就需要 大家会讲英文 就不需要用西班牙语交流了 刚才有人问德语行不行 德语比较惨 德语没有殖民地 就只能做德国的事 应该我去那么多国家 就没去法国 就是德语 但是有的人可能 有的人会 就跟你说 现在这些网友是很难带的 他们会反向思维 那好 那我没有殖民地 我还不想去呢 我就去德国 可以 主要是不好找工作 像我当时德国同学 现在都回国了 德国 对 然后的话 你刚才思路 你没听明白 就是要有殖民地的 你知道吧 要有殖民地的 因为现在我们说 所谓的要带着第三世界国家 一起往前发展 一带一路 把中国的技术产品走出去 还是国家支持的 对 那你如果说 现在给那帮 如果要 就是已经进了坑的 学了小鱼种的人 你给他们一些建议 你会给什么建议 就是一定要学好理科 我沾不光 就是因为理科好 后来职业发展 其实跟那个没关系了 后来国内 就管移动机器人 那最重要的 就是在文科生里面 理科逻辑性比较强 其实很多文科生 比较感性 这是他天生的一个特点 这个建议不算 不算 因为你这个建议 完以后的话 直播间的那些家长 包括那些学生 我蛮理科强 我还学小鱼种 你说这个不废话吗 没用啊 我要是有理科思维 我还学什么文科 第二个建议 对 就是比别人强就行 他在文科里面理科好 所以你在理科里面 理科好就容易多了 是不是有个道理 好像有一点道理 这个就是 不同的级别的赛码 都是要赛码 第二个的道理 就是一定要紧跟实事 因为他其实做的事 更多是中外交流 对吧 对 如果你学了文科相关专业 其实更多是把信息的交换 因为我们不会coding 我特别喜欢一句 就是杀死衣服里面的 一句台词 原来我在这部间 也跟我们朋友分享过 Language i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s everything 我觉得这句话 说得非常好 语言就是信息 信息就是一切 当你站在一个环境下 别人说话的时候 他以为你听不懂 但其实你能听懂 那还要很强的表演能力 装作你听不懂 对 就是他以为你听不懂 但是其实你能听不懂 然后的话 你就会获取一些 没错 很真实的信息 因为有的时候的话 就是因为你在山东 你们都是相对紧张人 我在苏州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受 我不知道有没有苏州的外地人 当苏州人跟苏州人 说苏州话的时候 其实你是挺崩溃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确实是有这一种 那后来就是 也一直在做 通信这方面的销售 后来就是做了 工业机器人这方面 对我生意还挺奇特的 后来我回国了 就是外语没啥用了 就是全靠当时 在某科技公司学的内容 就是全是后面学的 后来就去了 国外的软件公司 做了软件 又做了软件 对对 做软件也是销售吗 也是销售 做政府的销售 OK 对对对 然后后来跟张赛总 你们是高中同学 然后在一起创业 对后来我们就非常看好机器人 我觉得机器人 是一个非常大的赛道 中国也做得非常强 对 今年那个本来是高三 然后高考了嘛 然后就是考了过本科线20分 过本科线20分 那你怎么能滑挡呢 就是今年河南这边 在本科线到430之间 这个滑挡的很多嘛 你怎么能滑挡 你过本科线20分 你怎么能滑挡呢 不是 主要是因为 我这边报学校 有一些那种限制 然后就滑挡了 什么叫你报的学校有限制 我不太理解 就是那种 收费特别高的 就是没有报 什么下司那种 你没报是吧 对 那这个东西 你是文科里科 里科 那这个没办法 但是实际上你只要是 你高过本科线20分的话 你收费特别高的 你可以不报啊 你还有外省的呀 你为什么不报外省的呢 外省的报了 省内省外都报了 然后就是 当时西亚司 其实也是报了的 就是 没有报那个中外合办 那个收费不是特别高吗 然后 正常的报了 但是没有路上 然后 但是你正常高 本身像20分 你想报一个学费 在3万块钱以内的 一般不太会滑挡 你这个报的有问题 那你现在你滑挡了 你有什么问题 那你是复读呗 还是怎么着 就是 现在在商量 因为我家里人 就是 感觉他们是比较想让我去 还是走 就是走了 就是不太想让我复读这样 然后就是说 想让我 报完了 但是那个 不是还可以 报那个专科 那个征集志愿吗 你专科没报吗 然后 你专科当时第一次报 你没报 然后你现在 跟家里边商量完以后 让你报专科征集志愿 对 他们一次是比较想让我走 然后就是 现在在商量 到底是报不报专科 因为我个人是偏向于复读 复读吧 真的 你过了本科线20分 让你报专科人家报完剩些的 还能剩啥呀 复读吧 那就是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复读里面这个学校 目前看了是 有一个 就是高中三年原来上的学校 但是它是一个普高 就是成绩不太好 然后就是想着去外面复读 然后 有一个学校是 比较有名的一个高中 就是独立出 独立出去的一个专门复读的学校 还有一个是 我们这边市里市级的一个 比较好的那种 学校 就是 现在想 就是 选哪个可能会好一点 这个你可以问一问 这两年这种学校复读的口碑 因为它办这种东西 它绝对不是第一年办 因为实际上 我们从2008年开始 相关部门就已经规定 公办高中 不准招收 相关的 复读的 所以说的话 现在做这种复读的理论上来讲的话 其实都不是第一年做 而且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也都应该是民办 所以说的话 网界升学的口碑各方面的 而且你们河南那边复读的挺多的 你稍微打听打听 它复读生口碑 应该是 能问得出来的 嗯 好好好 好吧 嗯 那就是如果 看这个学校的成绩的话 看那个上线人数比较好 还是看那种 嗯 就是有没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同学是看这个学校的 管理 就是制度 对 管理 同学 我就同学 我问一个问题啊 你自己觉得 你当年 就是今年考试的时候 只比本科限高了20分 主要原因是什么 嗯 一方面是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的那个礼宗只有100不到130分 哇 那你这个确实 你平时多少分啊 平时 嗯 就是单看礼宗的话 平时最少也是在145 然后总分 然后总分的话 嗯 考得好的话 能在490左右 你总分也就490 你今天考了多少分 考了430 嗯 对 嗯 因为我是那个 因为我是那个礼宗跟数学 平时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礼宗 这次高考是考得特别不好 但是语文我是 考得比较高 考了127 就礼宗没考好 然后数学没考好 嗯 数学就是跟平常水平差不多吧 因为我平常 也不是特别好 主要就是我语文跟英语比较好 我刚才问你这些问题是想 如果说就算你复读 复读得比较好的话 你能考到哪里去 你要是最后读了一个公办的本科 学历一个 而且的话 我看你礼宗这个样子 你就算报志愿的时候 你也不太想报理工类专业 对吧 嗯 其实也不是 今年我报专业的时候 就是 理工类报的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是 但是同学 你礼宗也就123的水平 134的水平 你哪科学的好啊 你这三科一共加起来才考140 你哪科学的好啊 生物学的比较好吧 生物学的好 也就是将来你要 我就问你同学 如果将来你就算要报专业的话 你专业 你想物理化学 你有一门课是想避开的吗 嗯 如果是就是避开的话 化学吧 因为这两门里面 我物理还是相对可以的 那物理多少分 物理能考 五六十分吧 五六十分 你数学能考多少分 数学就是八九十分 八九十 嗯 就是而且我感觉就是 嗯 这一年就是 没有就是达到 自己理想那个状态 就是状态没有 呃 调到最好 然后我就感觉 如果去一个 呃 制度好一点的学校的话 嗯 应该能够 把自己的这个理综合数学 好好提一下 孩子你 家长在旁边吗 嗯 没有 同学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 该靠自己的时候 就得靠自己 当这个社会 当这个世界 没有太多人 能够帮助你的时候 你该靠自己 就得靠自己 当你只能靠自己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你只能靠自己了 所以说的话 如果说 当你只能靠自己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上心 你自己都不努力的话 谁都救不了你 嗯 我听了你的情话 跟你说这么多 你应该知道 我指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 我会努力说服我的父母 去复读 然后的话 这一年 我要为我自己的未来 去负责 能明白吗 嗯 然后的话 报志愿的时候的话 争取能报到 计算机这种专业 因为它可能性 空间还是有的 就是相当于 你考工也可以 找工作也可以 懂吗 嗯 明白 能努力 自己复读这一年 一定要全力以赴 懂吗 嗯 好 好 谢谢老师 家长明显不想花钱 就明显就家长不想花钱 家里不是很支持 但是就像我所说的 当你知道家里 没有办法去支持你的时候 你自己就得去努力 就是当当你只能靠自己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加倍的去 因为你可能通过很多 就是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就是就是 人教人教不会 事教人一教就会 当你面对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当你意识到有些事情的时候 就就要加油 要加油 好吧